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5月5日星期二,欢迎您收看今天的《狼眼看世界》的Voice节目 给大家播放一条最新的新闻 这个新闻我好像隐隐约记着我在几个小时之前 就是昨天的时候,好像是在中国的新闻上看到类似的这个消息了 但是我现在找不到了,有可能是在搜狐上 但是不管怎么样吧,现在CNN是在一个小时之前才报出了这个消息 就是法国的医院呢,已经报告了就是证据 有证据显示呢,有病人在去年12月份的时候就已经感染了这个新冠病毒 在巴黎的一所医院呢,医生们宣布说找到了证据 就是有一个病人去年12月份生病了,就已经感染了这个冠状病毒 如果这个消息被验证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证明呢 这个病毒早在去年12月份的时候就已经在欧洲所蔓延了 现在为止呢,最早的这个关于COVID-19冠状病毒在法国的这个报告呢 是在1月24号,是有两个人,他们呢是之前有这个,来自武汉的这个旅行使 所以是1月24号,也就是说提早了一个月,这个跟前一段为大家报告的 美国最早发现的这个例子呢,也是死亡例子从2月29号提高到了2月6号 也是向前提了将近一个月 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个医院的这个医疗小组呢 他们写到说,早在12月底的时候呢,这个COVID-19就已经在法国蔓延了 而且这个呢要比这个官方的第一例要早一个月 这个人呢,叫Cohen,他和他的同事呢 决定的查一查那些在1月24号之前就已经生病的病人 看看是不是在那之前就已经有这个病人感染的冠状病毒 只不过当时没有查出来 然后他们发现了呢,从12月2号到1月16号 这些所有的病人看上去好像是得了流感的这些人呢 他们当时看上去流感,但是最终诊断结果不是流感 然后这些医生呢,重新就是测试了流的这个样本 这些样本呢,都在这个一个冷冻实例码上一室 然后其中呢,有一个样本是阳性的 它呢是来自于一个42岁的一个男子 这个男子呢是在阿尔及利亚出生 他在法国呢,就是生活了很多年了 而且他是职业是一个,相似是一个卖鱼的一个人 这个呢,也是被这个小组写到了一个医学杂志上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gents 然后找到了这个人的最后一次去阿尔及利亚呢 是在2019年的8月份 而且呢,这个人从来没有来过中国 他的孩子中的一个呢,也就是也生病了 然后这个小组说说 找到真正的就是最早的感染的病例呢 其实呢,对于这个流行病学呢,是非常有意义的 因为呢,它没有可能改变我们现在 对于这个新冠病毒这个起源的一个认识 所以CN呢,在最后还用这个黑体字 就是加了一下,就为了谨慎吧 说这个声明呢,并没有被独立的验证 我们知道,欧洲呢 它直到1月份才开始这个正式的爆这个冠状病毒 在意大利,也就是说被这个病毒袭击最厉害的国家呢 最早的两例是1月31号 也就是说1月份的最后一天才正式爆出来的 它是两个来自中国的游客去罗马旅行 而这个最早的在这个意大利北部社区传播的例子呢 是在2月份才爆出来的 所以呢,很有可能 其实之前呢,早就有这个其他的病人感染 只不过当时呢,这医院并没有检测出来 所以呢,这个我想对于中国来说也是一个比较利好的消息吧 中国肯定会报这个新闻 接下来,美国还有其他的一些国家 他们最早的这个感染病例是否会往前追溯 会追溯到什么时候呢 而且这样的信息会不会受到这个政治影响 会不会被当地的政府所压制 这些呢,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的拭目以待 好的,非常感谢您收看 如果喜欢的话,欢迎您支持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